為何我們的小腿會經常這麼繃緊? 究竟是坐得太久、站得太久 還是經常穿高跟鞋的問題? 其實小腿的孫軟和小腿的水腫 在臨床上是非常常見的 今天我會和大家講講 有甚麼高危的人士容易有這些問題 第一個原因很多時都是因為 我們經常站或坐是有關的 譬如一些售貨員 他們經常要站在裏 或在辦公室工作的人經常坐在裏 就會導致小腿的血液循環比較差 導致崩緊和水腫的情況 第二個常見的原因就是 女士很喜歡穿高跟鞋 因為穿高跟鞋的時候 小腿會長期處於崩緊的狀態 很容易形成小腿宣軟 而第三個原因就是 氣血循環不太好 例如有些女士容易手腳冰冷 而在中醫的角度 手腳冰冷是源自於 因為局部的氣血走得比較差 而引起 所以如果有手腳冰冷的人士 都容易出現小腿的水腫 而第四個原因就是 飲食上攝取過多的鹽份 令到身體的水份吸收和回流 比較多 所以小腿會容易有水腫的情況 如果大家都想自己在家 可以改善小腿的酸軟或水腫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多些熱膚或按摩 我們下一集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如何可以自己在家做按摩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